把刚刚第一段3减到LEN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先做里面的 然后再把这一段放到REPT 它里面重复几个零 用3去减 因为总共要三个字 然后算一下它如果两个字 那就补一个零 然后在后面再把它原来的84 补在它零的后面 这样就会是一个完整的结果 当然如果以这个公司做完之后的话 你也可以怎么样 接下来如果你这个做OK之后 其实有几个方法 要不就是在这边重新再做一次 要不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怎么样 再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复制或者减下 复制一下 刚刚如果你做完之后 复制完之后记得取消 取消到这边 然后你就把它怎么样 先加一个end符号 因为你后面还要再串接刚刚的公式 如果你不加这个end符号的话 你这个公式会失败 OK 所以你会发现把这个公式 从这边复制过来 OK 记得复制的技巧如果OK的话 以后再长的公式也都可以把它做出来 你分阶段做没关系 不用急着一次做 慢慢再加再加再加就可以了 记得复制的时候记得等号不要复制到 这个等号不需要 复制到这边来 OK 然后记得这边要加一个end符号 好 复制完之后再来记得打个勾就可以了 我是建议你做这么长的公式 不用急着一次全部做完 为什么 因为你错的话你不知道错哪里 你要回头找还是蛮难找的 这些同意就一气呵成错了 怎么办 我告诉你刚才重来好了 OK 不然的话我刚找错过 太困难了 OK 打个勾看看 如果错的话马上会显示出来 有了 有没有 084 当然其实后面 这个007的话呢 如果你要从这边复制过也OK 或者是另外的方法 你也可以从原来的 它后面一样是减007 所以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把原来的公式 从哪里呢 从F4后面的end把它复制贴过来 把G4改H4不就好 这也有一个方法 或者说你把这边的 这边贴过来也可以啦 反正 我觉得方法很多 你习惯的方法 或是比较过于做错都好方法 OK 然后我 假设我从这边end前 然后把它贴到后面来 复制 贴到后面 okend一个减 然后end重复一个0 根据什么呢 根据这边就是G4变成H4 那你可以选它 点它一下 或者还有另外的方法 你可以选 把G4改成H4 两个话都OK 我好像比较习惯这样 选它 然后就点一下 这样子 H4就过来了 把这个除权格放到这边来 打个勾 基本上就OK了 然后向下填满 快点两下 全部就一起喝 记得 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你要 你要 这边空点 他 我是很直觉 之前有东西 就会觉得 这个老师你怎么做的 我说这不是点两下就好了 OK 所以点两下 表示向下填满 但是前提是你的 前一个栏位要有东西 他就会自动帮你把坎硕向下 填到它跟它一样的同一列的这个位置 OK 不过前提是你前面要有一个 要有资料 如果你前面是好像空白蓝的话 就不OK了 好 那我们最后做完这一串就可以 那这边就可以把它删除掉了 其实就主要做为做为样子 那但是呢 你想说 老师这个工序有点冗长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其实你待会请各位做完之后 请你再把这一个工作表复制一个过来 复制的话 当然你可以按右键移动或复制 不过我建议各位 最简单的方法是拖拉 拖拉加一个Ctrl键 放开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它会帮你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 那我待会讲说 如果我不要用REPT加LEN的话 有没有更简单更快速的方法 或者函数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有 要怎么做比较快 比较简单 OK 画面先再划给各位一下 OK 试一下 也就是把手机这一个 这个号码的结果 用REPT加上LEN 那LEN用3去减 意思就是说 你帮我算里面有几个字 那我里面一定要有三个字 如果不足的话 那表示不足几个字的话 就补一个0 OK 所以这一招的话 可以把它学到 以后只要你不足什么 补什么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 但是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还有更快一点的 其实要我 我会用这个方法 因为这个方法 感觉好像有点绕 因为他用3去减 另外有一个是用格式化 什么叫格式化 意思是说 只要 你要003个 3码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格式 就是我一定要3码 只是要怎么做 这边可能也许可以用一个函数叫TES 好 请各位先试着把 手机函数试出看 然后待会 可以再复制一个 我们练习 就是说 用其他函数来解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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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